蒋志贤昨日靠突袭短打上磊 兄弟时总希望他都用短打伤害较小 中央社分享 中庆兄弟昨天起局下面对富邦寒将蒋志贤打击 内野一防 反而让蒋志贤靠突袭短打上磊 中进总教练史奈德今天说 蒋志贤的可怕在于有长打实力 希望蒋志贤都用短打伤害较小 富邦寒将今天在主场新装球场继续与中信兄弟交手 蒋志贤昨天四打数一安打 唯一安打就是靠着突袭短打上磊 连总教练叶军章都说应该很多人都吓一跳 昨天中信兄弟起局下内野往右边以防不振 反而让蒋志贤突袭短打成功 但是奈德人说未来内野会持续不振 他认为蒋志贤可怕之处在于能把球迹很远 具有长打实力 希望蒋志贤每次都用短打的方式 除了对中信兄弟伤害较小外 也是个好消息 对于蒋志贤为球上磊 采取采取短打 叶军章表示 蒋志贤了解自己近况不佳 又想要帮助球队 否则若蒋志贤状况好 上磊对蒋志贤来说很简单 中信兄弟近期得点圈友人时 得分效率不张 吞甲三连败 史奈德指出关键在于球员给自己压力太大 他认为与其想着要把分数送回来 不如思考如何选择好的攻击球路进行攻击 面对富邦寒将今天先发投手布鲁斯 中信兄弟此一除了让王胜伟该打第二棒外 也增加左打应战 先发打现加入苏伟达 林书一 史奈德表示 苏伟达 林书一先前代打表现优异 因此给予两人先发机会证明身手 谈到吴东荣近期手臂不稳定 将首二壘的王胜伟该手游及 史奈德强调 没有怀疑吴东荣手臂能力 主因为吴东荣近况不佳 进而因想打击表现 因此暂时让吴东荣喘口气